這很難看,我好像很難看 他們說我應該要重複雀的 不,是重複雀的 通常你的神眼至少要是你神之口徑的傷背 但他說並不就是這樣運作的 通常因為你做這個一定會繞過一個 看是滑爐或什麼鬼 然後有所謂是那種低主力的滑爐 假設我比較繞過這個縫子 這樣就是太緊,然後通常 它的鼻溫很細,很開很開 靠近眼的核心那兩條會是扛很多重量 但外面就比較沒有扛重量 很容易斷 他說這是塑膠做的,所以他最怕的就是高溫 他說就是,他們有摩擦的時候就會有溫度 那就是為什麼繩結會那麼脆弱 當你把繩眼吹得很近的時候 他靠近核心的那裡就會扛很多重量 抱歉,這不是橫色的橫色 它是橫色的橫色的橫色 所以你的眼睛應該是... 他跟著他剛剛講的 他剛剛說,不是繩子的口徑 是你要繞著那樣東西的口徑 然後你繞過那樣東西的1.5倍的口徑 會是你最適合的聲音 最少的聲音 會很小的聲音 所以看起來眼睛也不能隨便改變 他剛剛說... 一般的規定來說 是說口徑的一點,我回到2倍之間 所以看起來眼睛也不能隨便改變 他剛剛說... 看起來跟他繩子設計一樣 他現在要讓前後的掌力是平均的,分布 這個長度不會改變 如果是太短的話,他會改變 這個長度的力量 因為你會有壓力 但是更長的力量 他說封場只有越短 就是太短才會影響到他的強度 那... 太長基本上是沒有差 嗯... 不要... 不要... 不要...